朱阿姨住在杭州万家花园家和院小区 她介绍他们这桩的一楼属于物业经营信用房 现在一部分做快递驿站 另外一部分被用作物业员工住宿的房间 这个房子是两年前物业公司整个快递点分割出来 一半作为员工宿舍的 是经营信用房 但是合同是给了物业公司经营的 它改成员工宿舍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风险就是它的油烟排放 是污水管道 污水管道有朝气要爆炸 现场记者看到 十五庄一楼南侧是这片宿舍区域的入口 朱阿姨说 左右两边的房间都是员工宿舍 最里面有一个小房间被当作厨房使用 左边那个是保安住的 里边那个两个都是保洁 做饭的是厨房 社区和物业都是答应去政府的 答应咱们口接到的 4月30号之前搬离 朱阿姨说 他最早反映问题是在去年年底 但现在这里还放着各种衣服 杂物生活用品和厨具餐具 他希望尽快改善环境 找到小区物业服务中心 负责人不在 记者尝试电话联系对方 始终无人接听 现场工作人员记下了记者的电话和问题 截止发稿没有进行回复 记者把情况反映到了万家花园社区 后来有工作人员介绍了情况 物业经营用房就是现在因为它有一部分租不出去 租不出去 它跟业委会的合同的方式是 就是全部都是代为经营之后 全年打包付50万给业委会 所以它就是相当于没有租出去的部分 他就觉得 我就是现在暂时先安排员工的住宿 其实这个现在的这个物业是去年的6月份 透过招投标进来的 之前的物业就已经在这个15庄一楼 进行一个员工住宿的安排了 他们相当于现在的物业相当于是沿用了 区里面也给我们开过协调会 那跟就是反正处理的意见就是让他们搬离 那目前为止5月1号之前 他们的人员已经搬离了 这个厨房还没有搬离 我刚才也问过物业了 他说本月也会把它拆除掉的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